歡迎收看健康典禮 我是江東俊 我是韋汝 現在都是檀台色片 不過大家有個概念就是 大部分癌症都是發生在 比較老年人 但是有一個癌症是例外 就是甲狀腺癌 特別是年輕的女性 她的發生率 幾乎是男性的三倍 在台灣大概每年 大概有4000多位的患者 甲狀腺癌有個地方很討厭 因為她出息基本上 沒什麼症狀 你可能也摸不太到 可是等到你開始覺得喉嚨卡卡 或覺得聲音塞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常常在甲狀腺癌 都已經比較嚴重了 沒錯 其實我們平常 還是要自我檢查一下 看看自己的脖子 有沒有突然變出 甚至摸摸看自己喉嚨 有沒有異物腫快感 如果有的話 一定要馬上去看醫生 像是演藝圈 就有不少女明星甲狀腺 都出了問題 像是藝人賓家綺 她其實原本就有甲狀腺癌 還有甲狀腺的良性腫瘤 她其實都有持續在追蹤 這三年她都有乖乖回診 但沒有想到 在2023年11月的時候 她回診之後 就確診了甲狀腺的乳圖癌 她除了做了這個 全切的手術之外 醫生還告訴她 你必須要終身服用 這個甲狀腺素 而且同時間醫生還發現 她淋巴疑似還有癌細胞 目前還在追蹤當中 另外一位是藝人張東行 她其實三年前 健檢的時候 也發現她自己有 甲狀腺乳圖癌的初期 當時她就停掉所有的演藝工作 也是做了甲狀腺 全切除的手術 還有放射腺的治療 她說其實這兩年當中 她在治療的時候 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她說她每天睡不到三個小時 而且只要一入睡 就會有倒汗 甚至還有口乾舌燥的狀況 但是目前恢復狀態非常良好 現在演藝工作也在恢復當中 這兩位都做了甲狀腺 全切除的手術 而且疏後也都在 普通甲狀腺素 就像鄭醫師 甲狀腺癌到底有哪些分裂 腫瘤跟癌症之間 到底有什麼關係 很容易就變成癌症 而且另外 手術的方式有哪幾種 都一定要全切嗎 還是可以只切單邊 有時候我們甲狀腺不是兩頁嗎 我假設只長在右邊 我不能只切右邊嗎 為什麼一定每次都要全切 我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甲狀腺癌 最常見有四大類型 其實我們節目上有 第一個就是乳突 第二個 鋁砲 第三 水質 第四 會分化 其實在台灣來講的話 甲狀腺癌會超過90%以上 綠砲大概5% 所以其實原則上 這兩種就超過95% 大家會很擔心得癌症分幾期 其實你要記住一個魔術 是55歲 理論上55歲以前 原則上都是第一期 除非你有遠端轉移 肺轉移或骨頭轉移 才會是第二期 然後剛才John Peele提到說 那腫瘤跟 甲狀腺癌節節跟癌症 到底有什麼區別 有時候真的很難 因為甲狀腺癌節節 真的非常非常常見 可是大家要放心 只有5%的機會 可能是癌症而已 所以以後甲狀腺癌節節 不用擔心 然後再過來我們講 說要怎麼治療 就像我們螢幕上有提到 大概手術是治療甲狀腺癌 節節或甲狀腺癌 最常見一個方法 包括我們可以用達溫烯 內視鏡還有傳統手術 差別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兩位女孕人 因為她外觀上的需求 她會選擇用達溫烯或內視鏡 為什麼 因為這種在脖子上面 原則上比較不會留下 比較大的傷口 我們可以看到螢幕上 那個傳統的手術傷口 真的比較大 很明顯 很明顯 大家會有一點 沒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那John Peele提到什麼情況下 要開一邊 什麼情況要開兩邊 簡單來講說 如果你是單邊的良性 甲狀腺癌節節 我們拿掉一邊就好 可是你如果兩邊都有的話 我們也會建議兩邊都拿掉 如果回過來是癌症 癌症上面也有提到 如果是小一公分以下 原則上你可以把那一邊 拿掉就好 大於四公分的話 就是原則上 我們會像左右兩邊都拿掉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一到四公分怎麼辦 對啊 中間 中間 對 這個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萬一你的癌症 是一到四公分的話 這個時候就是醫生跟病人之間 要去討論的情況 那包含剛才 韋汝有提到 如果你已經有懷疑淋巴節轉 不用說 你就是直接左右兩邊都拿掉 那大家會講說 現在醫學這麼進步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包含就是像我們現在有一些 所謂比較新的 所謂色瓶消融 或是微波效果 也是一樣可以做到這種方式 它就是可以緩解症狀 不留傷口 那你隔壁會恢復 可是它沒有辦法像開刀 因為開刀是把你所有的東西 都拿掉 那也可以確定你永遠都不會再復發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到底要怎麼治療 講天節節 還是要去問一件事情 良性還是惡性 你要的是 如果你擔心留著會病變 那就是開刀把它拿掉 但是你如果覺得還好 我只希望它症狀緩解 你就可以考慮除了開刀之外 可以考慮消融手術 但是你如果是癌症的話 原則上我們還是會建議 你是要開刀 當然就是你要開達文系 開內視劑 開傳統手術 取決於說 你今天對外觀的要求 可是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雖然傳統手術 會留下很大的疤 可是你如果用達文系 或內視劑 你可能要從比較遠的地方 因為這邊沒有疤 你要從比較遠的地方 像兵家其他從嘴巴 從嘴巴到這裡 你不覺得這段有點遠嗎 有些從腋下跟乳孕 有點遠嘛對不對 太遠了嗎 可是為了 就像我很漂亮 我希望你永遠都健康 萬一會哪一天有需要 你也不希望這邊有個疤 可是你這邊不要有疤 你一定要從很遠的地方進來 所以其實現在 假腋線的治療方式有很多種 那就取決我們的觀眾朋友 萬一真的有這個問題 要好好的跟醫生做討論 假腋線來的治療效果是很好的 至於這個達文系手術 跟內視劑手術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差不多 達文系就是 也是內視劑手術這一種 它只是說它是機械手臂而已 你在遠端 它可以調控得比較精細 進去的方向就好像 剛才這件事 就兩個 一個從嘴巴 叫做自然孔 就是你外表看不出來 它是從嘴巴進去 從這個地方 直接就到你的腳樁線 因為腳樁線在這邊 它就從嘴巴進去 直接到這個地方 至於內視劑的話 就有很多個方式 也有人直接從嘴巴 還是可以做內視劑 有人從腋下 有人從乳暈 從遠遠的地方這樣打過來 還是可以弄到腳樁線 至於傳統的 這個大概是二十年前的刀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要開這麼大 現在大概只要到這裡就可以了 小小的 只要三公分 兩邊就統統都可以切除 當然需要選擇哪一種 就是講的 你要多漂亮 還有另外一個很誠實的 告訴各位 就是你口袋有多深 這兩個比較貴 如果你選擇這個 當然就要出一點錢 是 沒錯 因為當然我很不幸 真的把假樁線給切除 沒有必要的話 其實假樁線對我們來說 其實很重要對不對 但假設我真的把它切掉的時候 會對我們身體 造成什麼影響 對 我覺得每個在做 假樁線 尤其是全切的人 你可能要稍微先知道 假狀線可能會出現的一些 跟醫生溝通好的 可能的病發症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女孩子的脖子 假狀線在什麼位置 它其實在我們氣管的前面 我們一般做假狀線手術的時候 會留意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假狀線前面還有一個東西 叫副假狀線 副假狀線痘 跟我們的喉反神經 都會很靠近假狀線 所以當假狀線切除的時候 一般我們醫生 都會特別留意 把副假狀線留著 跟把喉反神經給保護住 但是當然有時候手術上的考量 癌症的狀況不同 所以有可能在整個切除完之後 副假狀線會被拿掉 或者是喉反神經會被受傷到 所以有些人 假狀線切除後 它聲音其實會一直 處於一種沙啞的狀態 一段時間才能修復 或者是因為 副假狀線低下 所以造成 副假狀線跟鈣質的調整有關 會造成一些鈣質 血鈣的濃度異常 假設你沒有這兩個問題 你還是會面臨到一個狀況 假狀線它就是負責 分泌我們說的假狀線素 所以當你假狀線整個切除之後 你的假狀線素就沒有人分泌 這個時候一定會出現一個 我們說如果你都沒有 做特別的進階治療 你就會出現叫做假狀線低下 當然我們通常在這個時候 是會請醫生 就會開一個假狀線素去支持他 我們曾經遇過滿多病人 是在切除完之後 確實還是會出現一些症狀 是很像假狀線低下 我有一個病人他是跪劫 他在找到我之前 已經十幾年 就做了假狀線切除的手術 其實他在切完之後 他就跟我描述說 一開始他就覺得以為這件事情 結束就沒事了 可是他開始出現 每天都很累 然後頭髮髮質開始改變 到後來他其實最介意的 是很多女生會介意 就是他開始發胖 然後怎麼樣都控制不好 那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假狀線低下 造成新陳代謝低的一個關係 所以當你切除完 不是事情結束 你還是要回去找專科醫生 會固定需要開假狀線素 去幫助你支持 那在講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知道假狀線 它的合成 其實跟一些營養有關 所以假設你今天家族有 父母親有假狀線的問題 或你自己有這樣的擔心的時候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營養素 其實你可以在飲食中多補充 對假狀線保護 或者是你已經在吃假狀線素 也會有支持的幫助 你可以看到下面大概第二個 就是維生素ABCDE 礦物質新點跟散 這幾種營養素 其實在整個假狀線 從假狀線分泌 到它變成我們叫做T4轉T3 又或者是從這個假狀線素 進到細胞可以被利用 這幾個營養素跟礦物質都涵蓋在裡頭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是要預防的 維生素D跟礦物質曬 這兩個相對的食物 其實你可以多多的攝取 都會有一些加分的作用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分泌器官 所以拿掉對身體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當然很在意的就是 看完之後 像特別是個型 之前方濟也不是看完之後 有一陣子的那個聲音 高音就唱不搭上去 它很怕聲音會變沙啞 現在的手術很進步了 曾醫師 現在我們都怎麼預防 產生這種後遺症 第一個當然就是取決外科醫師的技術 如果像我們姜P技術這麼好 當然有很低很低的比例 可能還是會發生這種情況 沒有 我沒有發生過 對 像姜P講的 其實永遠都不會發生 都沒有發生 因為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外科醫師 如果很有經驗的話 這件事情其實在手術過程 他們會非常小心的去 偵測我們神經在哪裡 當然現在會有一些所謂的 神經監測器 他可以去協助外科醫師去判別 他神經的活性是不是還有存在 當然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有一個觀念 你不是花了錢 剛才姜P技術比較口袋要深 你算花了錢 但不代表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神經是一個 很驕貴的構造 例如有時候手術在那邊Q來Q去 他就不高興 他就有短暫的聲音殺 可是原則上 理論上像這種 你如果不是真的把它切斷 我相信以所有的外科醫師來講 他們不會去做這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把神經切斷 除非你在手術之前 你的腫瘤已經咬到神經 就吃到神經 那沒辦法 這個時候你不能去怪外科醫師 怎麼叫你已經知道神醫師 你一來就是這樣子 那能怎麼辦 那就沒救 你不能說你一來聲音是這樣 結果姜P幫你開 聲音突然變這樣 那個姜P就是神 不是只有姜P而已 所以原則上 你如果一來的聲音就這麼誇張 那真的很抱歉你的神經 已經受損是完全沒有機會 可是如果你來的情況下 聲音都是OK的 我相信所有外科醫師 在做這件手術之前 一定會非常小心避免 不要去影響到神經 可是就像我講 你在手術的過程 你感覺Q來Q去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大 你要拉扯 不是你的神經受到影響 是因為拉扯 有時候他們 我們有時候會用電燒 有些熱 神經受到熱 我也不太開心 然後他就給你罷工 鬧閉氣 但原則上這種病人 經過三到六個月 都會完全恢復 當然你會講說 萬一發生了什麼 第一個不用擔心 這個時候就好好休息 要講話 當然你可以攝取一些保護神經 比如說B群 這些東西可以去幫助你 慢慢恢復 可是最重要的藥是什麼 時間 你就是閉嘴 慢慢休息 然後配合醫生 當然萬一萬一真的有很低的鼻 真的沒有辦法恢復 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目前耳鼻後科 你可以做一些聲帶的處理 還是可以讓你的聲音 恢復到幾乎完全正常 下耳鼻後科有很好的處理方式 他們可以打一些脂肪 打你的聲帶上面 可以把你的聲音救回來 百分之六 七十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其實術後都會有短暫的殺牙 中醫會有穴位可以幫忙調理 中醫在這一塊裡面 尤其對於頭頸部的放化療 尤其是放射治療跟手術 那有一些就是讓他恢復了 所以中醫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輔助的一個幫忙 那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雙手 這個時候不要用一些輔助器械 因為這個組織很軟 你用一些器械管是刺激他 會傷害他 那我們有三個穴道 第一個穴道叫做人吟穴 我們在古代裡面打麥 這個麥還在跳 表示這個人活著 但是你們看到那個動作片裡面 在摸他這裡 這不跳 這個已經不行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人吟 人吟穴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下含腳 我們的緊縱外 這個下含腳 對 緊縱外 下含腳跟我們兇手乳突擊的 一個點上面 兇手乳突擊 下含腳往下 到兇手乳突擊 這個穴叫做人吟穴 那它會搏動的位置 那第二個穴道叫做天龍穴 顧名思義 天龍 所以按摩這個穴道 會變漂亮 在哪裡呢 下含腳下來 直接到脖子的一個交叉 這是我們的下含腳 到脖子的交叉點 這個就是天龍穴 不是天龍國的人 第三個叫做逸風穴 逸風穴這個穴道 是在我們耳朵後下方 就是耳朵 這個針對第八對平衡神經 腦神經循環不好的 那眩陰 頭陰是非常有用 那當然我們這三個穴道 主要就是改善我們桌邊的穴道 因為我們一些治療以後 包括開刀或是放射治療 一些光線治療以後 產生的這個組織的加盈跟沾黏 按這三個穴道 可以改善它的一個氣血循環 沒有正常的功能 對 其實如果是很多人 沒有去健檢而已 如果大家都去健檢的話 我會發現其實很多人都有節節 可能只是很小顆 對 關老師 你有方法可以解決 假召腺的節節 我們來預防它 馬上跟著老師來練習 這個路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一個路式的活絡法 我們的手就要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像什麼 這個就是路腳 所以我們左腳往前一步 兩手慢慢的抬起來 抬到脖子的這個高度的時候 我把路腳朝前 兩手打開來 慢慢的打開之後 我把脖子整個向前 把我的頸部這個地方 我們說頸向 這裡完全的撐開來 然後放鬆之後 回來 手回來的時候 腳就收回來 那眼睛也要配合 換右腳 起來的時候 分開 脖子整個向前的時候 眼睛看遠處去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眼睛 稍微有一點用力 往前看 但不是殺人的用力 就是眼睛把它蹬大 看遠處去 然後放鬆眼神回來 黃帝內經說 這個甲狀線 跟這個情緒是有關係的 特別是在女性 會有壓力的症候群 比如說你常常容易發怒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人 情緒有時候很低落 然後有睡眠的障礙 這個時候都要注意 已經開始有這個肝氣不調 因為在《皇帝內經》裡面 有關這個甲狀線 都是從肝筋來做調理 那肝筋從我們的腳 一路上來 最後就是經過我們的脖子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動作 你會看到 把整個肝筋做一個疏通 我在香港有一個學生 是女性 她有這個大脖子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這個大脖子 這個都跟甲狀線是有關 這麼大一顆 這麼大一顆 然後她就用絲巾 很巧妙的把它變成 變成是一個裝飾 你知道她為了要生活 壓力有夠大 做兩份工作 然後醫生說不能開刀 沾黏得太厲害 然後她後來跟我學氣功 你知道她為什麼學 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你不夠愛自己 你把你所有的生命 都奉獻給家人 所以你現在很痛苦 我說你花一點時間 愛自己來練習氣功 大概練了兩年之後 她去開刀 那個沾黏就退掉了 所以手術就非常順利 OK 所以要愛自己 是 所以公法教大家 保養你的甲狀線 另外有時候 有些女生 會被人家講說 你脖子看起來好像粗粗的 你可能脾氣有點煩 特別是 你最近的體重 好像維持得很不錯 你會很高興對不對 吃都不會怕 但是小心 其實你已經甲狀線功能抗進 我們廣告之後 回來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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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維如 你知道現在AI很流行嗎 沒錯 它是什麼 人工智慧 現在人工智慧 可以取代很多一些 比較波韻的工作 是 所以你不要太緊張 平常還是要多多點輸入 不然被AI所取代 你知道嗎 現在健康2.0也跟AI結合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這麼輕鬆 是因為我們健康2.0有出個APP 是 裡面有個叫做 AI小助理的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下載 我們健康2.0的APP 最底下有個健康的AI小助理 有了 有了 你點進去 比如說最近很流行的東西 叫做預防流感 對 因為最近流感很夯 你打進去預防流感 它就會跳出來 一些預感流感的方法 甚至還有影片 其實不只是流感 還有頭痛 或是現在睡覺睡到一半 睡不著 失眠 你也可以通通都問他 那要怎樣下載 我們這個健康2.0的APP 趕快掃瞭螢幕上面的QR 這邊 或是直接搜尋健康1.0的APP 就馬上可以下載我們APP 使用這個AI小助理 解決你很多健康方面的問題 有的時候我們到一些 重要場合的時候 難免我們心情就會緊張 甚至感覺到焦慮 手部會顫抖 但是都是難免 但是如果你常常 莫名的手會抖 甚至常常感覺到焦慮 是沒有來由的 手還會不自覺的顫抖 小心喔 有可能是你甲狀腺抗禁 像是歌手許富凱 他本身就有甲狀的家族病史 他演唱經驗其實真的非常瘋 他說他前一陣子發現 他唱歌的時候 手進來會抖 而且還有心律不整 而且還被人家說 他脖子突然變得很粗 但經理覺得很擔心 到醫院去檢查之後 才發現他原來也有甲狀腺抗禁的問題 當時醫生告訴他必須要天天吃藥 不過他後來靠著運動 把藥量也減少了 他現在一週只要吃三到四天的藥 而且每個月只要回診一次 現在身體狀況是非常不錯的 對 這種內分泌的失調 通常營養都是全身 因為內分泌 荷爾蒙一分泌出去 就是全身都會影響到 以甲狀腺抗禁 大家都知道是促進新陳代謝的 所以如果太高 就會這些 眼睛凸 怕熱多汗 脖子粗 心悸心率不整 幾乎影響到是全身所有的器官 所以我先請教鄭醫師 那典型的假抗 到底會出現哪些症狀 其實就像姜P有提到 其實一般甲狀腺功能抗禁 你就簡單的想 因為甲狀腺是知道甲狀腺素 甲狀腺素是人體的電池 當你今天電池太有電的時候 就會像那個廣告 全身充滿活力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做超音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超音波的時候 右邊是甲狀腺功能抗禁 左邊是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情況 第一個你的甲狀腺都會腫起來 所以剛才瑋如有提到 為什麼他的脖子整個會腫起來 因為就是因為你體力產生一個抗體 抗體會攻擊甲狀腺 甲狀腺就會腫起來 所以當你如果懷疑是 甲狀腺功能異常的時候 我們醫生除了抽血之外 我們還是會做超音波 超音波我們會檢測 它是不是有些抗體 我們就來區分 它到底是抗禁還是低下 我們再回到抗禁有什麼症狀 就會因為甲狀腺素分泌比較多 剛才姜P有提到 第一個會心悸手抖 為什麼全身充滿活力 手就會開始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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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一個當你全身充滿很多活力的時候 有時候怎樣 脾氣會比較暴躁 所以我之前有一個14歲的國中女生 他媽媽帶她來看 她覺得她的脖子已經變得比較腫 當我們一看 就覺得有可能是甲狀腺的問題 可是她媽媽講說 是不是因為上國中 所以青春期比較叛逆 脾氣暴躁 結果我們一看甲狀腺 就像我們這個一樣 整個腫起來了 然後一驗血發現它是甲狀腺性 當然像這個就很簡單 就是轉去新陳代謝科 吃藥就可以了 所以甲狀腺性在小朋友 不一定常發生 可是萬一在國中的時段 如果你遇到家裡的小朋友 脾氣突然變暴躁 這是一個可能的情況 另外為什麼有些甲狀腺 功能抗禁眼睛會凸 是因為你甲狀腺功能抗禁的時候 體內會產生一些物質 堆積在眼睛外面的肌肉 因為眼睛的空間是固定的 所以肌肉如果腫起來 眼睛會怎麼樣 像金魚一樣凸出來 往前推出去 所以就叫金魚眼 可是通常如果發生到這種情況 其實都是比較嚴重的 然後另外就是剛才我們看到 有些小孩會水腫 比較會凹 可是原則上總是乙滴下比較常見 那最可怕的是什麼 你甲狀腺功能都不治療 會不會怎麼樣 尤其是抗禁會死 因為甲狀腺功能風暴會死 那為什麼很多人不喜歡治療 剛才江碧有提到 我每天大吃大喝我都會怕 我一直瘦 我假裝不知道 我假裝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像我們 對外在形象比較要求 天啊我每天可以吃宵夜 早餐雞排 晚餐雞排 宵夜吃飯 完全都不會變胖 為什麼我要治療 因為一旦治療完之後 你的代謝是恢復正常 你的代謝恢復正常會怎樣 會開始胖 所以我怎麼可以忍受我變胖呢 所以有很多人不願意治療 可是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電池太多了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情況 你千萬不要因為怕變胖 而不治療 有些年會死 因為曾經有一個病人跟我講說 對啊 我心跳停止兩分鐘 被送到急診 還好他被救起來 萬一你沒有被救起來 他就沒有機會在我面前跟我講說 他心跳停止兩分鐘 所以甲狀腺風暴會死 甲狀腺抗菌會有各式各樣的症狀 所以一定要跟醫師配合 好好吃藥 不然人生會面臨一個很辛苦的情況 是 我們不可能每天沒事就去抽血 看自己的甲狀腺功能怎麼樣 所以一定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這些症狀 當然如果說你脖子 本來就很粗了 那不要怪別人 如果說你本來還好的 所以突然變粗了 可能眼睛會不會有點凸的時候 就真的要小心自己是不是有 甲狀腺功能抗菌的症狀 因為要講到這個水腫 它比較特別 它不是整個腳種種的 像甲狀腺功能抗菌的症狀 它有一個很特別是 它部分就在小腿前面而已 只有前面的症狀 對 我們會講所謂的 靜前水腫 這邊有個靜骨 所以代表這個靜會有一點水腫 它一般比較不會注意到 一般大家注意到 是脖子粗 眼睛有沒有塗 這次有講 很多人覺得甲狀腺很好 我幹嘛治療 我請問甲狀腺很爽 怎麼吃都不會胖 越來越瘦 可是欣美 你說這樣真的不好 而且萬一她剛剛講的 萬一真的不小心引起 甲狀腺風暴會有哪些症狀 會致命嗎 對 我先首先講一下 剛剛我們講說脖子變出 你的體重會異常的減輕 吃很多東西都可以 其實這個都是屬於運氣好 因為你在外觀上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加一科 其實還是滿常會遇到一些 就是甲狀腺的病人 我就曾經遇過幾個 我印象很深 他真的伴隨了這些症狀 他不自知這個甲狀腺抗菌 我也有一個病人是 他來掛診的時候 他其實特別急 他說他最近變得非常的虛弱 他虛弱到什麼程度 他是說他的腳覺得非常的美麗 他走兩步路就不行 因為聽這個描述 其實跟我們剛剛提到的 什麼脖子大 這些好像都不太像 那時候我們就做一個 就是基本的血壓檢查 一量他的血壓 心跳是120 那時候我們就有了懷疑 他是甲狀腺抗菌 後來確實是甲狀腺抗菌 我第二個病人他更可愛 他就是看健康2.0的觀眾 有一次我們在聊調法 他就想說那就來找我看診 後來他的描述是 他只有調法 可是一驗甲狀腺非常的高 就是所謂的甲狀腺抗菌 後來我們跟這個病人討論的結果 他其實在兩年前 他的症狀就出現了 也就是甲狀腺抗菌 陪他伴隨了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還是要特別提醒一下病人說 如果今天你有剛剛的症狀 其實叫做運氣好 你趕快去求診 如果不是你出現很像 全身新陳代謝 如剛剛鄭醫師說的 好像一個電磁加滿電 停不下來 焦慮睡不著的時候 其實也可能是甲狀腺抗菌的問題 那甲狀腺抗菌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為什麼甲狀腺抗菌是需要 我們去做比較積極的調整 我們可以看一下甲狀腺抗菌 到一個狀態的時候 可能會誘發一個疾病 叫做甲狀腺風暴 它的誘發其實通常都是一個 甲狀腺抗菌你沒有治療的病人 那它會因為一些 我們說像壓垮駱駝的作業跟倒產 就變成甲狀腺風暴 比如說一個感染 甚至有一些懷孕的媽媽 你可能會有經驗 醫生會幫你抽血 會驗一個指數就是甲狀腺 因為懷孕的過程 容易會讓甲狀腺風暴 變得特別的嚴重 甚至就是一個情緒壓力很大 也可能會引發甲狀腺風暴 雖然發生率沒有到真的非常非常高 但是一旦發生 會有很高的致命風險 它是屬於急診的一個急診 我們看一下 你就想像這個電池 當你一般在開車的時候 你已經開130過高了吧 你開到200甚至300 你的身體全身代謝 會跟不上這個速度 所以第一個 心跳我們真的會看過到140 甚至它會合併 因為新陳代謝上升 體溫會上升 38度甚至到40度 它會出現一些 我們說新陳代謝 已經無法控制的狀態 這是有些人 是已經意識昏迷了 才到醫院去 這時候有時候嚴重起來 會讓你的心臟 心臟就是我們的幫浦 這個電池太快了 而導致心臟衰竭 或者是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我們都不想走到這一步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都會 常叫甲狀腺抗健人 你及早治療 如果你有發現最好 你沒有發現 有些檢查 摸脖子的檢查 抽血檢查 定期的檢查 去讓你趕快的 把甲狀腺狀態控制好 其實才可以遠離甲狀腺裡頭 他就是說如果你有假抗 你平常不好好控制 半生假狀腺弄到正常的話 你有時候一個不小心 這些情況突然發生 你就可能走到假狀腺風暴 這個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 對 沒錯 因為有不少的假抗患者 除了追求西醫之外 他們也會到中醫去做調理 中醫會怎麼樣 調理這些病患 中醫在調理狀腺 它有一些藥物是可以用的 我們在每個中醫師 或者很多的中藥房都知道 有一個藥叫做生脈傘 或是生脈癮 那裡面這個藥其實 主要是可以調節我們的心臟 心肌或者是所謂的心跳過關 我們在西藥裡面 有一個抗心肌的 一屁開頭那個藥 其實我們也嘗試用 這個生脈傘來代替 結果得到很好的效果 對 所以這個我們在中藥裡面 有這個生脈傘裡面 有人参 脈咚 無味子 但是這個時候人参 你不要用人参 你用粉光参 就是西洋参 可以補氣 而且能夠讓它不照樂 那它本身 它有很好的一個水分代謝調節的作用 那麥門東 它是可以 讓我們有口水 有生菌力的作用 那無味子的 無味子 大家常常耳熟能想 它可以收斂這些多餘的汗液 煮煩熱 其實這個都是跟甲狀腺的這些症狀 非常相關聯 那生脈傘裡面 像用麥門東20克 但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要把它切細一點 因為這個比較不容易出味 那西洋参5克 那無味子5克 或3克左右 那用1500cc的水 熬煮10分鐘 煮過以後 包括冷的或熱的 其實口感都非常好 對於日常的這種 甲狀腺的預防 或者一些 副作用這些症狀 甲狀腺的這些症狀 都有很好的調控作用 是 中醫認為我們的甲抗 跟我們甘期癒結是有關係的 燕寬老師有一個功法 可以幫我們調理 對 肝膽相造式 你看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講到這個甲狀腺 這個風暴對不對 會奪命的 對 跟著老師來做 把河骨穴 放在後腰的命門穴 把我的左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都做單手 左手向上 掌心一路向上 讓我們的甘氣能夠很順的生發 然後向反方向 有一點點做伸展 但是不要拉筋 把甘筋 膽筋做一點伸展就可以 好 回到正中央 手落下來 嘴巴要出一個聲音 膝蓋微微的彎曲 剛才鄭醫師講到這個 甲狀腺風暴會奪命 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他剛才講這個小孩子 不是會有這個青春期 脾氣暴躁 然後脾氣暴躁對不對 我有一個親戚到40歲 他就是甲狀腺 然後情緒都非常不穩定 然後你看他那邊寫 不是坐立不安嗎 你知道他坐立不安 最後我阿姨都快瘋了 你想家裡有一個這樣的病人 一會兒情緒低落 一會兒發脾氣 然後我告訴你 最後奪命的不是我的表哥 是我的阿姨 最後就送醫院去急診 所以一個人生病 真的是全家慘 是 所以跟著老師 把我的氣向上提 練習氣功 真的是這個預防 讓我們的氣血能夠暢通 那每一個動作都要做 那你做的時候一定要放慢 對 現在壓力實在太大 這一口氣你可以 把這個悶氣 把它吐乾淨一點 這個是下班的時候 你都可以做 或者是你老闆正在狂罵你 那你又不能回 剛被罵完的時候 去廁所去練 你就去走道一下 記得練氣功 不可以在廁所 越練人會越不好 吸到髒氣是不是 是最不好的 你一邊 然後不好的氣 一直灌進去 練完全身都死胃 假康的患者 在吃的方面 也要特別注意 主廚要教我們一道 保護甲狀腺的料理 假專家的養護 平常就要多吃維生素B跟骰 主廚今天用鮪魚 加上巴西堅果來做料理 對 我們來做一個 嫩煎鮪魚 然後巴西堅果這樣 那鮪魚遠遠看有點像西瓜 對 剛剛我們那個 妹妹也是跟我說很像西瓜 妹妹是鮪魚 那我們選擇貝露 比較沒有油脂 所以我們用堅果來搭配 這邊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來做醬汁的部分 醬汁 來一點點的油脂 好 然後這邊洋蔥 現在主廚來這邊做菜 都越做越奇怪了 沒有 做法都越來越 標心立意 這一點都不奇怪 這都是好吃的 真的是好吃 而且又是健康的 這邊洋蔥我們把它拌炒一下 然後蘑菇 新鮮的蘑菇 對 新鮮蘑菇 你可以把它切片 也是先炒香 對 把它炒香 你說這個煎東西 是為了要做醬汁 對 這些是為了要醬汁 搭配堅果 然後把它拌炒一下 然後這個要慢慢炒 就是讓蘑菇的水分 都跑出來 對 多水 這邊我們來做一個 醬汁的底 這邊我準備一個高湯 這是什麼高湯 柴魚高湯 柴魚高湯 柴魚高湯一碗 然後再來就是牛奶 牛奶 牛奶 對 牛奶 因為西式的很多的醬汁 其實都會用牛奶去調 對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蛋黃 兩顆蛋黃 對 兩顆蛋黃 好奇怪喔 沒有 其實蛋黃在義大利麵 有沒有那個 就是它有那個調 讓它更濃郁的口感 有點像勾芡 但是它又比勾芡更多了 淡的香氣 對 這邊我們把西堅果放進來 對 巴西堅果的風味 你可以去想像 它大概就是花生 然後杏仁 合在一起的風味 這個就是你的醬汁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如果不好喝 尾如是會直接吞起來 這個奇怪 還要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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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稍微打一下 對 稍微打一下 打碎 對 OK 好 OK 好 我們稍等一下 像這邊 確定我們的蘑菇 都已經有香味出來了 對 其實蘑菇要隨便拌一下 就很香 很香 對 真的很香 OK 這時候我們把醬汁 放進去 對 把它放進去 慢慢的燉煮 這樣好像濃湯 對 沒錯 我們現在要煮起來 有點像鹹豆漿 對 好 然後這邊我們來介紹一下 怎麼煎鮪魚 這個鮪魚 鮪魚還有技術 對 有點技術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煎好的話 有點會過勞 對 這邊我們鮪魚 選擇備肉 尤其是備肉煎起來 比較容易過勞 對 這邊先用油脂 先鋪一點油脂 對 鋪一點油脂 少量的油脂 然後抓一下 對 讓它只要表面有油脂就好了 是 就比較不會煎得很老 對 沒錯 再來 這是一個小訣竅 調味一點點的胡椒 一點點的胡椒 然後鹽巴 鹽巴 先做一個輕調味 對 OK 好 我們來下鍋 下鍋慢慢來煎這個鮪魚 對 OK 新梅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我們剛剛有講說 講的先保護 有一些維生素 維生素A B C D 因為礦物質新 塞 點 都會有幫助 但我要特別提兩個營養素 就是維生素D跟礦物質塞 它在我們看到各種 甲中線的文章 包括甲中線保護 甲中線抗進 自體免疫 甲中線問題 其實這兩個營養素 都特別有被提到 這兩個營養素 維生素D大家可能想法就是 我去多曬太陽就可能了 但是其實有些食物裡頭 也含有維生素D 例如剛剛我們裡頭放的蘑菇 甚至你用曬乾的香菇 還有雞蛋 其實裡頭都會富含維生素D 我一定要特別講一下甲 因為一般人對這個營養素 真的不是很熟 而這個營養素 它的食物來源是從哪裡來 其實簡單來說 剛剛在主廚丟進我們那一個 打的薑汁裡頭的一種堅果 叫巴西堅果 其實它裡頭的甲 含量算是滿高的 甚至你20顆大概就可以 滿足一個人一天 所需要的甲的含量 那甲它在我自己的很多病人 他從食物中補充後 他跟我回饋是 比如說抗靜的人 好像控制起來 比過去抗靜的時候 控制起來比較穩定 這樣低下的人 他會覺得有一種 精神代謝比較低 好像吃完之後 他的精神感覺會變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問題的人 其實你可以從飲食中 多多補充 包括瑋瑜裡頭 其實也會含有膽 多補充其實對你的長線保護 或者是支持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加分 OK 好 所以這個瑋瑜這樣子 不用翻面嗎 稍等一下 對 你不用 就是很急著 一開始就要翻面 我們從側面看 從側面可以看到 它已經有熟的 上來的程度 對 然後至少它要到 三分之一的程度 我們才翻面 對 OK 不是 這樣就不會過勞 然後這邊 醬汁讓它慢慢熬煮 你看它就會有濃稠的 濃稠感 對 濃稠感 好香喔 慢慢煮 煮到所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然後它有堅果 有蘑菇 有洋蔥 那種甜味牛奶 對 其實這個小朋友 會很喜歡 對 好 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來翻面 稍微翻一下 對 稍微翻一下面 那這個在煎的過程 你要全程的火 都要有點大 那有點大 不能太小 大火來煎 對 大火 因為你如果太小的話 它的水分跑出來 它就會變成是煎煮魚了 對 那我們就是讓水分 來不及出來 對 這魚被你煎得有點像牛排 對 它就是 對啊 沒錯 它其實就像牛排 這邊我們盤子底 裡面我們會放一點點的配菜 我今天用的是 花椰菜 我有先燙過 等一下醬汁也可以 淋一點在上面 對 所以我們魚煎熟 之後就把它擺上去 對不對 再把醬汁淋上去 對 然後魚 這個我特別挑的是 生魚片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中間 有一點點 對 微微的 帶一點點生的部分都可以 對 那這樣煎好 放好淋上去 其實已經完成 那我們這道幫你 保護講的料理就完成了 推薦這道 嫩煎鮪魚巴西堅果醬給您 豐富維生素D的蘑菇 與含有骰的巴西堅果 一同料理 鮮嫩鮪魚搭配特製醬汁 修復甲狀腺喔 其實現在人對體重都很重視 特別是女生 幾乎減肥成他們一輩子的志液 沒錯 可是有些人最近好像 我也沒特別多吃 對 運動也沒有少 可是體重起來是一直在增加 好像連吸空氣都會變胖 很多人會說 這個是體質問題 沒有辦法 但是小心 有可能是甲狀腺功能低下喔 我們講完之後回來告訴你 當我們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冷 甚至很容易累累的 不過很多女生最在乎的 應該就是體重的問題 因為不管怎麼吃還是胖 不管怎麼樣不吃還是胖 像是藝人張可瑜 他其實很小的時候 就是肉肉的身材 他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就有成功瘦身 從87公斤瘦到54公斤 但幾年前他生完孩子之後 這個體重似乎是負胖了 不過並不是因為他吃太多 而是他身體真的出了問題 他說他產後有多囊性的卵巢 甚至雄性基礎還過高 最後還有甲狀腺低下 讓他的身材是沒有辦法變瘦 所以他常常就說 就算他喝水也慌 不吃不喝都還是胖的 他也透露現在還有14公斤藥瘦 我現在也在慢慢調理身材當中 其實我們這個甲狀腺功能低下 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胖 另外就是容易覺得疲勞容易累 另外就是胃寡 但是還有人會全身浮腫 情緒低落 月經也會亂 就請問鄭醫師 這個甲狀腺功能低下 到底有哪些症狀是很典型的 而且這種不治療 會影響到回擊到生命 對 沒錯 就像薑皮提到 不管我們甲狀腺功能抗菌或低下 就像我們這個超音波一樣 你會覺得這兩個超音波 長得好像都很像 沒錯 確實很像 但是超音波就是很快 讓我們知道你甲狀腺有問題 然後下一步就是要去驗你的抗體 有沒有一些情況 像甲狀腺功能低下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 你開完刀兩邊甲狀腺都不見 一定會低下 另外一個剛剛我們有提到 所謂的橋本式甲狀腺 也就是所謂的 自己甲狀腺發炎的情況 但不管怎麼樣 像薑皮提到會有一些症狀 剛剛我們提到甲狀腺功能抗菌是 電池太有電 所以低下是什麼 你沒電 沒電會怎麼樣 第一個一定會變胖 因為來血變差 會憂鬱 你不是因為憂鬱症導致憂鬱 你是因為你沒電 全身都沒有體育 導致你很厭世 那種憂鬱是要去治療你甲狀腺功能低下 而不是去吃憂鬱症的藥 然後另外為什麼頭髮會掉 很緊張你根本就沒有活力 而且會怎麼樣 會便祕 整個月經會大亂 然後在很嚴重的情況下 會發生一種所謂黏液性水腫 這個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情況 這個時候你的心跳會變得很慢 體溫變得很低 就像欣梅講 有時候你送到急診 現在抗菌是一個很急的急症 然後黏液性水腫也是一個很急的急症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心跳變得很慢 體溫變得很低 你甚至會怕你送到急診的時候 奇怪為什麼這個人冷冰冰的 是不是發生什麼奇怪的事 這種最常見是什麼 你可能甲狀腺開過刀 你也從來都不補充甲狀腺素 長期導致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你不管今天是抗菌或者是低下 你一定要乖乖吃藥 尤其是抗菌 尤其是低下 你不吃藥 就像韋汝講的 我怎麼都不吃 我只是吸空氣我都會變胖 如果體質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是甲狀腺功能低下 那其實透過正常的補充甲狀腺素 其實就可以讓你恢復一個 正常美好的快樂人生了 對啊 所以甲狀腺功能的抗菌或低下 絕對不是只有影響到你的體重 不管是擁有控制不好的時候 如果是甲狀腺功能過高 不控制好可能是風暴 低下的黏液水腫 怎麼有時候也是會奪命 可是我們看到有些很奇怪 它明明以前是甲狀腺功能抗菌 到後來怎麼突然間就變低下了 到底是什麼毛病 為什麼有人高高低低的 而且哪些容易是危險群 你知道每次甲狀腺抗菌 在做治療的時候 我都會多花兩分鐘 跟病人做這個胃教 就是有些病人 真的會一開始像抗菌 結果一半變成低下 我自己印象深 我有一個病人是這樣 他一開始來說 那個指數很明顯就是抗菌的指數 我們就開一個標準 在做甲狀腺抗菌的治療藥物 原則上是一個月回診 但是他過了兩週他就回來了 一看他兩週回來 我就知道應該狀態不對 他就說他吃藥 一開始覺得這個藥怎麼那麼有效 突然才過一段時間後 他整個人就變得非常的疲倦 我當時一聽不對 再抽 他瞬間變成低下 通常這種甲狀腺 從一開始指數變高 突然變低 很多民眾是不理解 通常跟一種疾病有關 叫做巧本式甲狀腺炎 我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他會有時候忽高忽低 其實巧本式甲狀腺炎 是一種自提免疫性的甲狀腺炎 顧名思義就是有一些抗體 在我們的身體裡頭作祟 所以在最初期的時候 有些人 不是每一個人 他會攻擊甲狀腺 所以甲狀腺是會掉出來 看起來就像是抗菌的時候 可是當你攻擊到一段時間 就會像我們左邊的圖 它會變成萎縮 萎縮完之後 甲狀腺變成沒有辦法分泌 就會轉成低下 所以其實還是偶爾會出現一些 看起來像抗菌 結果突然變低下 如果你有那個症狀 是吃藥特別有效 跟醫生討論 趕快先檢查 是不是這個問題 以免吃藥吃過多 已經低下來了 還被壓制了更多 這個其實對身體不好 然而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是這樣的體質 有一些特殊的族群 可能就要特別小心 你在講抗菌的時候 了解一下 可能如果發生這個症狀 趕快去找醫生 這個可以趕快處理 這種危險的族群 跟大家分享 女生 其實在自體免疫的疾病裡頭 真的女生的比例比較高 大部分女生比較多 第二個就是 有些人我們是會問得到 他的爸爸媽媽 尤其是媽媽 也會有這樣的病史 另外中年發生的機會比較高 還有一個就是 懷孕的時候或懷孕後 我們發生這個 僑本式甲狀腺炎的機會 也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有甲狀腺問題 不要覺得 好像高跟低是天壤之別 有些人真的會一下子高 瞬間變成低下的風景 對 因為除了這種 比較類似遺傳的因素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環境的因素 現在為什麼會引起 這個僑本式甲狀腺炎 其實還搞不好清楚 但重點就是 生活壓力少一點點 我們每次有時候 看到那些年輕的女生 那個僑本式甲狀腺炎 有時候跟他講 就不要想太多 考試考察也不要太責怪自己 要認怪一點點 其實就不會一直發作了 是 沒錯 甲狀腺炎陛下 其實也可以靠功法來做調理 彥寬老師 好 我們馬上來練功 透過這個五琴系 這是華陀所編創的功法 這個叫鹿角 鹿角有兩種形式 剛剛你不是這樣比嗎 這個是鹿角 這是奈良鹿 這是他的鹿 對 所以你看就要輕鬆 想想這快樂的事情 這個是抒發用的 這個是聚氣用的 很簡單 我把鹿角對著我的肚臍下方 就是丹田 慢慢的向上 沿著我的身體的中線 慢慢的上來 到我心臟的高度 我就要落下去 所以我們在練習氣功 是非常講究這個氣血 重視這個氣路 從丹田慢慢的上來 一路到我的心臟 剛才我們看到的 這些甲狀腺的問題 沒有一個人會忽然之間就不好 其實前面都有症狀 比如說容易累 可是你去檢查 都還不到疾病的一個狀態 請你要趕快花時間 顧好自己的身體 所以皇帝內經說 那你就可以自己先做這個功法 那這個功法要做五分鐘 慢慢的起 然後眼睛要半開半合 朝著地上 這個時候 心神就會開始往內收 慢慢的落下 好 那現在看一下老師 因為你現在是在看節目 所以你是這樣看電視 然後再做 千萬不要快 你們這樣 嗯 這樣好 老師我已經做了一個月 怎麼都沒有效果 不好意思 這個叫搔癢 所以這個是練進攻 慢慢的起 慢慢的落 那呼吸就自然的呼吸 大概兩三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壓力比較好一點 它釋放了 為什麼 因為這走的是我們的韌脈 韌脈是五臟的電池 你電池沒力了 這個時候把氣聚到我們的這個韌脈 大概五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 非常明顯的心神安寧 那這個功法很適合 在晚上睡覺前練 因為你知道假狀腺 有時候很亢奮 煩惱很多 睡不著 這時候你感覺 開始有睡的感覺 不要再做任何事情 躺下去就趕快睡 這個功法很適合你 全部都整理完了 然後換好的睡衣 一感覺來 馬上躺下去睡 所以這個功法交給大家 其實假狀腺影響的 真的是全身 抗禁會讓你全身 好像電池太多 就有點像是燃燒你的生命 別人才過了十年 你可能過了二十年 底下你覺得 好像你以為你在冬眠嗎 其實不是 影響到全身的肌 有時候也是會知名的 所以假狀腺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廣告之後再教你做一道料理 保護你的假狀腺 假狀腺低下的人 除了怕冷容易胖之外 還會有落伐的狀況 主廚今天用中藥材 來幫我們調理假狀腺 對 我來做一個 生薑五菇牛肉湯 聽起來很補 而且非常簡單 這個是我跟陳醫師 兩個合作的 像這邊藥材的部分 是陳醫師提供的 是 這邊有枸杞 枸杞 枸杞我事先先泡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加進來 然後再來是核手烏 核手烏 對 核手烏 然後這邊是黃旗 黃旗 對 然後再來是桂枝 然後紅棗 紅棗 紅棗我就先把它剪開 就稍微剪開 就是讓它味道比較容易煮出來 對 好 這邊再來一點點的薑片 薑片放個兩 三片 這是要熬湯的 對 這是要熬湯的 所以其實你在家裡非常簡單 這樣就可以熬高湯了 對 然後熱水 把它加進去 大概兩大碗 兩大碗 對 兩大碗至三大碗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 上面去煮 大概煮個五分鐘 它就可以變成高湯了 這麼快 五分鐘就可以了 對 這邊我們來炒一個五菇 五菇 對 五菇做湯非常好吃 它脆脆的 這邊更特別的是 我們今天準備了兩個五菇 一個是原本的那種 原色的五菇 再來還有一個是白色的 兩個顏色 對 兩個顏色我們都用 差別在 它的香氣不太一樣 但口感都是脆的 白色的它會帶一點點 松露的味道 所以其實它味道 還是滿不錯的 這個大家可以買來試試看 這把它稍微煸炒一下 對 煸炒一下 另外一邊 來 我們另外一邊 這邊煸炒五菇 另外一邊 你現在學秋香老師 一鍋兩柚就對了 對 因為這樣煸炒起來 比較順一點點 再來一個就是味道 都會留在裡面 那牛肉這邊要特別注意 就是牛肉我們只要半熟就好 半熟 對 我們等一下要用湯來沖 對 所以這邊 不要過熟 對 不要過熟 稍微拌一下就好 對 稍微拌一下就好 陳醫師怎麼看這道料理 而且你那邊有一道菜 也可以保護腳狀線對不對 對 其實在腳狀線劈一下 中醫的治療 或者調理非常有效 比抗靜效果更明顯 那今天我跟陳祖廚 提供了這個五個中藥材 主要都是補氣 補血 填補精髓的一個作用 那裡面像有像桂枝 有溫補聖陽的功能 那個像黃芹 紅棗 建筆補氣 而且怎麼樣 這個有消除水腫的作用 那河守屋枸杞的是填補精髓 那這個組合起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補氣血 而且讓甲狀線低下 有非常好的一個保養 那在日常生活中裡面 包括沖茶 泡茶 或者露藥膳都非常好用 那我現在就是要推薦一個 叫做黃芹 枸杞 紅棗茶 那這個其實就是日常生活中 我們在冰箱裡面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找到這些材料 但是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配方裡面像 黃芹10克 枸杞大概3克到5克 紅棗是5克 剛剛陳醫師做對了一個動作 就把紅棗先剪開 那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要先把它擬開 把它紙去掉 用大概1500cc的水 來做熬 包括冷熱其實都還滿有 所以增強免疫力 還有對於補氣血 對於角藥線功能低下 有很好的作用 好 這時候牛肉煎得半生不熟 已經撈起來了 牛肉有點半生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它撈起來 菇繼續把它炒香 繼續把它炒香 對 繼續把它炒香 好 來 我們準備一個湯碗 湯碗 對 這個湯碗我們把菇 先炒進去 對 先把它放在 菇也要先放起來 對 放在碗裡面 然後再來 鋪上我們的牛肉 牛肉鋪上去 對 牛肉這時候把它鋪上去 沒有全熟的狀態叫鋪上去 對 沒有全熟把它鋪上去 其實一般很多都是用 生的下去沖 可是我覺得這樣有一個缺點 是你的湯很容易冷掉 對 所以我就會 稍微拌炒一下 而且嘉義士 你有聞到那牛肉的香氣 有 炒過就會有一個香氣 對 很像台南的生牛豬排 對 沒錯 溫體牛 這邊我們把我們的高湯 已經滾了之後 把它拿過來 然後藥材把它濾掉 把它沖進去就可以了 OK 沖進去之後我們這道 幫你保護腳上去的料理 就完成了 試試這道 生薑五菇牛肉湯 新鮮的牛肉與五菇一同拌炒 淋上補盛的藥膳湯 香味適宜給你溫暖 讓你的甲状腺更強壯 其實鄭醫師 最後想請教你 我們一般如果想保健 我們的甲状腺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甲状腺保養有一點難 但是薑畢有提到 最重要的就是要快樂過日子 壓力不要太大 因為其實你如果甲状腺 抗筋跟低下的心情 你就要保持很平衡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吃藥 那你如果甲状腺 節節的問題就是定期 要做超音波的檢查 所以我相信在今天節目完之後 大家應該會對甲状腺 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萬一之後有問題的話 該吃藥就吃藥 還是像薑畢講 快樂過日子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對 當然甲状腺的誠意 我們現在不是很了解 但是有一個誠意大家都知道 就是過多的放射性暴露 所以不要沒事 就去照S光好不好 常常以為這樣健保很便宜 到醫院裡面 好像什麼時候要藥 所以說得不要這樣 另外如果有節節不要擔心 大分的節節 通通都是良性的 我們健康看你下次見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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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感谢观看